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燕子芯 燕子芯是什么呢? 打开后里面会有个胶袋 胶袋里面有棉花 然后我们把它拿出来 里面打开后会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就配合这个love me oil 塗上去 然后再放入红色袋里面就可以了 也有些人不想直接碰的燕子芯 它们可以用棉花包住 将油滲在棉花里 它自己也会滲下去 那也OK 但是设计就不可以连在胶袋一起放 燕子芯可能记回来的时候 有机会有少少碎裂了 其实这个是不要紧的 但问题就是如果是你塗完油之后 你许完愿望之后 然后才裂的话 这样这段感情的这个关系 这个愿望就会有机会发生了problem的问题 于是那时候大家就要打升十二分精神 看看究竟有现实情况 究竟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怎样去修正回去 那个碎裂的 去完愿碎裂的燕子芯 基本上我们就不会再要了 另外基本上就是 一个燕子芯 其实它的效能大约是一年左右的时间 每一年之后 其实你都需要换个新的燕子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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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